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一样花500多去买一个这样的加热台 这是Miliware的新款加热台 型号是MHP50 相比老款的MHP30它的加热面积变大了 然后高度变矮了 主要是因为它在主机上面装了一个风扇 这样可以让它在很小的空间里面隔绝高温对电路板的影响 之前我一直用的是这种简易的加热台 如果只是用来拆东西的话问题不大 但是它的温度是没有办法精确控制的 属于一种放飞自我的状态 从实测数据看它的极限温度也比较有限 它送的这根线是硅胶材质 手感非常的柔软 虽然在户外使用的机会不多 但是你仍然可以用一个充电宝给它供电 它的加热体和主机是分体设计 可以自由的更换 还有它在用Type-C供电的时候可以最大到100瓦的功率 用DC直流接口供电最大可以到150瓦的功率 这次它新增了回流汗的加入曲线 而且可以分段设置加热的温度和时间 去模拟回流炉的功能 让你在回流汗的时候可以无人职守 如果你的充电头和充电宝的功率只有65瓦的话 你可以把PD供电的最大功率设定在65瓦 这让它在工作的时候不至于让电源过载 它最基础的加热功能 也有三个预设温度可以一键切换 同时你也可以在加热的时候 任意改变温度 这款新品它依然保留了倾倒报警功能 但是如果你想横过来加热的话 这个功能是可以关闭的 它加热台的面积有5厘米乘5厘米 对于我来说是够用了 这么大一个加热台你在冬天的时候 还可以拿它给饮料加热 还有你在对这种大块金属做吸汗的时候 用它来预热会变得容易很多 使用这种大块金属做吸汗 比起了 比起来 比起来 我想它卖的比较贵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它的外壳 除了底盖以外 其他部分都是金属 所以这样小小的一个机身 重量达到了140克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金属外壳 虽然它有点小贵 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 也喜欢这个迷你加热台 好了,我是机电将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